随着薄熙来事件的持续发酵以往的案件细节 更多都被媒体翻出一一曝光 其中薄熙来与王立军爆发矛盾后 薄熙来团伙设计了三套方案来除掉王立军 自己则避走云南在海边喂海鸥 而薄熙来被中共中央宣布立案调查 那一刻的内幕细节也被媒体披露出来 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之前 薄熙来与王立军翻脸后 薄熙来就对王立军动了杀机 但王立军毕竟是重庆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长 如何让王立军之死顺理成章 又不让人起疑 薄熙来煞费了苦心 香港媒体新闻月刊 5月号封面故事 以薄熙来涉局杀王立军为题 让外界见识到了中共内部斗争 你死我活的一幕 报道说 以徐明车客民为主的薄熙来智囊团队 为王立军之死设计了三套方案 一是被黑社会报复致死 也就是被牺牲 最后给他一个英雄称号 二是畏罪自杀 三是因为精神忧郁症而自杀 最后经过权衡利弊 选择了第三套方案 让王立军患上忧郁症自杀 接着一套王立军患忧郁症的病例 医院证明等也随着秘密出炉 香港动向杂志组编张伟国认为 王立军事件后 外界主流媒体都在跟进报道 揭黑 让中共造假的空间越来越少 动向杂志也首次将薄熙来 被宣布立案调查时的细节内幕曝光 报道这样描述 4月9号下午2点 中纪委副书记何勇 及中组部副部长张济南 以及4名军官来到薄熙来北京的家中 他们通知薄熙来到人民大会堂开一个会 群途没落的薄熙来 还是要做最后的困兽斗 他要求给自己的亲戚打电话 但所有线路已被切断 报道说薄熙来是被一辆黑色房车载走 在抵达人民大会堂后 见到了中纪委书记贺国强 和中组部部长李元潮 以及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 其中一人向薄熙来宣读了 中央对薄熙来和谷开来的处理意见 全球自由信息运动网站创办人张新宇分析 这是官方自己放出来的消息 是在很巧妙的进行宣传 他所说的东西宣传部也好 或者是各种消息放消息 他的目的不是让你知道什么 而是为了他的政治目的 而编造也好 然后做这些策略性的一种手法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与张新宇的看法相近 报道引述中国分析家的话说 这些细节的使用的语言 听起来像是正版 有人解读为 是中共党内自由派在有意放风 来影响公众舆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